秋元好 三院長 午安 昨天在國防委員會 剛好國安局楊局長來備詢 我針對520之後可能兩岸關係 我質詢他 我的問題是說 如果520的蔡總統的就職演說 在中國單方面他主觀上 不能接受或主觀上他不滿意 那對於兩岸關係 他可能藉機升勢端 或者透過政策的工具來破壞 或者來干擾或影響兩岸關係的正常發展 我說是主觀片面的 如果他們不滿意 或者不能接受的話 他的回答很有趣 他說很具體的告訴我 有三項可能的反應 跟具體的政策所謂 第一個當然是終止協商管道 第二個就終止入客來台 第三個就是用外交手段 這三個手段很清楚 一個是從政治 一個是從經濟 一個是從外交 除了這三種手段之外 有沒有可能有相關第四種手段 更有嚴峻的軍事的恫嚇 有沒有這種可能 那個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但是我覺得為了區域的安定 我們的臨近國家應該不會容許這個做 昨天國安局楊局長的研判有三種刑事 他們寫了第四種 他說他只是一個獄警單位 我覺得很納悶 國安局應該統整國內相關的安全機構 做好國家安全的保護工作啊 他說他能力有限能力不足 他只能做獄警 就是國安關係 國安的一個氣象預報局 所以他沒有因應能力 他說因應能力在政府 政府就是你現在所在的政府 由你所領導的各部會 要對這三項中國可能的反應 要提出所謂的因應 或者沙環推演 他沒有任何的因應之道 他說因應之道應該在你的身上 他有沒有跟您報告 未來如果這種情況 他有沒有跟您報告 或者提供了相關的訊息 有關於這三種可能 中國所採取的行動 或者反應 我們每個禮拜在總統府有例會 他有沒有告訴你這三種情境 他在總統府裡面報告 約列都有點到 但是不是專門針對這個問題 這樣的回答法 但是 他你都不知道 你如何去做因應 如何去做沙環推演 我們知道會有這些可能的 但是不是專門針對這個問題 如何去做沙環推演 我們知道會有這些可能的 狀況出現 他有沒有具體告訴你 他有這三種可能的反應 我想 譬如說 以路客減少到這邊來觀光的事情 他們都提出來過 而且做過沿襲 交通部觀光局也針對著這一點 也做過一些 這三種可能的反應 對我國的主權 國家安全 經濟利益 都造成非常大的傷害跟影響 我們當然要提早做預防 萬一這種 他採取這種 不理性 或者片面做法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應應的能力 跟應應的方法跟作為 我剛剛聽院長的 你的反應好像說 你好像不知道 國安局局長 有告訴你這個訊息 我是說 這三點 並不是一口氣 像剛才回答您的問題方式提出來 但是這三點都在不同的地方提過 他可能是一件一件 就是他如果說是三件 他不可能三件啟發 他可能一件一件來嗎 有他的先後順序嗎 倒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 對岸可能的做法 這三件事情 在不同的場合裡面 都有提出來分析預警過 我覺得他們好像 慢慢在做一些準備 在醞釀一些的環境 比方說昨天 一點多 國台辦致電到這個陸委會 說晚上七點 這個中干要建交 那您立刻要求啟動兩岸熱線 但是國台辦人問說 這個張志軍不在 所以沒有辦法給你這個熱線 針對中干建交的事情 表示對他們的抗議 可是我們的這個 經過我們一般的管道 昨天有沒有跟張志軍到現在 有沒有跟張志軍熱線過 昨天他因為他人不在 所以他沒有通電話 那有沒有持續跟他熱線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也不需要再跟他通熱線了 因為這是已經 我們大家都知道怎麼通電話 那就變拖線了嘛 我們沒有拖線 不是 當然你要跟他的主管機關 表達成 最沉 非常沉重的抗議嘛 非常強烈的抗議 昨天我們非常 那不是不痛不癢 透過新聞稿的方式 昨天我們非常完整的 向對方表達了我們的抗議 跟我們的不滿 那個熱線就是針對緊急的事情 或重大的事件 兩會的主管機關 主管人員去做協商 去做溝通嘛 我們了解 所以我們也對於他昨天 說因為他人不在外面 人在外面 沒有辦法接 我們也表示不滿 過去有沒有發生這種情況 你剛熱線過兩次嘛對不對 三次 過去有沒有這種解決狀況 過去沒有 他借機拖延嘛 借庫不接你電話嘛 那個委員我覺得 就不願意去接受你的抗議嗎 我覺得他不管是借機故意 還是恰巧 重點是我們下組委 已經把我們嚴正的訊息 已經表達過去了 問題是要針對這個熱線建立 不是假的 是要把國內你主管機關 代表人民 代表政府 跟對岸做強烈的抗議 這個訊息有過去了 這是 到最後是用記者會的方式 用新聞稿的方式 不一樣 我覺得你的熱線不要變成拖線 你要持續 偷有機會 就跟當局表達我方 最沉重的抗議 最強烈的這個抗議 我們已經透過其他的管道 就正常的管道也表達了 除了熱線之外 另外我對於他 也昨天沒有辦法接熱線 我也表示我的不滿 對啊 你的不滿 你只是對我講而已 你應該對他講 我的確是對他講的 昨天你不是沒有接過這個電話 我是透過我們用網路 文書的方式對他講 這個還是普通不一樣 這個熱線就是 緊急事先立即的處置 重點就是我們的訊息已經 我們這個 這個嚴正的訊息已經轉達過去 好 他是不是有條件去 這個關閉或者規避 目前的協商管道 目前並沒有 或者刻意的 除了 那你認為在日後 在哪些情境條件之下 他會關閉 你跟他自己的熱線 我們也跟他們說過 這個熱線的設置 是為了處理緊急急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原則 還繼續保持下去 你認為在哪些條件 他可能會關閉他的熱線 或者終止你們這些 目前並沒有這樣的條件存在 目前沒有 那我覺得昨天就好像給你 昨天因為他的解釋是他人不在 昨天不是熱線 我不能說脫線 熱線的這個安排 就是要大家在方便的時間 一起來接通 好 這是屬於政治手段 我們要提早因應了 萬一520他在主觀上片面的 對台灣有任何破壞兩岸關係的 做法的時候 傷害台灣的利益的時候 特別是政治 政治就是協商管道的關閉 這部分主委 你現在還是政府的主管機關 你要做 相關的這個規劃 相關的砂盤組織 如果這種情況已經發生 我方要如何依應 目前你有沒有依應知道 我們現在都在做相關的這些準備 譬如說剛才我講的路客的問題 譬如說講到外交的問題 我想外交部也會有一些準備工作 包括我們兩會之間 我比較關注陸會 扮演這個兩岸協商管道的功能 我們了解 很多事務都要透過兩會 或者你們熱線的協商去解決 去獲取共識 我們除了熱線 就是昨天這樣一次沒有通之外 其他的管道都還是暢通的 我覺得如果我是您 我的建議 如果我是您 我會持續跟他打電話 打他接 然後我當面 在電話中表達最大的抗議 我想委員的意見我們會考慮 另外第二個他們可能反應就是說 路客終止來台 這部分聽說320 他們用幾個技術性的說法 說這個文件不夠 或者他已經由中央通知各省旅遊局 要限縮來台的人數 320是一個大限 是不是有這個訊息 我們從觀光很多業者裡面 聽到這樣的訊息 我們也正面的問了對方 對方到現在還是表示 沒有這樣的一個政策 可是他也加了一句 就是說要看兩岸情勢的發展 到目前為止 320之前 我們包括路客來的人數 跟申請的表格 都比去年相對時間要多 我知道 那個書記我看過 主席我也是不是想請交通部隊代表 時間稍微暫停一下 陳部長 請陳部長 陳部長 講到路客中轉對台灣的經濟利益 當然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那個國安局局長 有相關的訊息跟你說過嗎 我想這個是兩岸之間的事情 我隨便不參與 但是觀光的事情我沒有完全出 路客來的事情應該有跟院長或者 會長報告 他有沒有告訴你 這個事情不勞動國安局 這個事情陸委會就有去探尋了 剛才講的 不管是官方的管道還是對岸 這個旅遊業者都有探尋了 預警機關就是所謂的國安局 他提出這個他們可能的應應做 他一定有所本嘛 這個情資一定是可靠性很高嘛 好萬一在520 他對你的路客忠實 交通部你做主管機關 你有沒有相關的應應知道 其實我們在一開始聽聞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啟動因應的做法 所以在農曆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啟動了 如果他全面中止路口來台 或者你把兩岸的抗議決定把它中止 把兩岸的航班拿來減少 兩岸的定期航點把它減少 你把這個主理 我想他們應該要考慮 不要傷害兩岸之間的人民的情感 跟業界的期待 他們沒有像你想像那麼好 他們主經紀律 從各方面也要奪取台灣的主權 來傷害台灣的主權 來破壞台灣的整體利益 所以你不能空空你都沒有因應知道 我們在從觀光業界從民航界 我們都有想法 不是沒有 你有沒有整套的做法 你整套做法 那個有沒有跟張院長報告過 都有報告過 院長 您知道說交通部有相關的方案 如果路客中止來台 他如果這個決策的話 包括兩岸空軍協定 他中止 減少航班減少航點 那當然全面的台灣的觀光業 是一個很大的重創 還有跟你報告說他有因應作為嗎 我們在路客 可能減少這個上面 已經沙盤推演過很多次了 包括這個觀光客來源多元化 國內的旅遊怎麼樣去刺激 都談過了 所以你們具體的做法 只是過去老生常談 都已經提到過什麼宗旨 那個分散客源 具體的還是有限嘛 他們的衝擊是立即 而且是全面性的 影響多大呢 這個我們當然了解 這個遊客的數量 也不可能隔系之間 由東南亞旅客來取代 而且東南亞的這些國家的經濟情況 人民的經濟情況 也沒有這個對岸好 也不可能完全取代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 但是至少還是要左手去規劃 院長雖然520政黨要輪替 新政府要上台 但是政府是延續的 很多的政策 很多的因應作為 我覺得不會因為這種人的改變 政府的存在是為國家利益 是為人民來服務 所以我覺得 雖然你現在是過度 現在是看守 但是你要把國家看好守好 讓下一屆政府能夠穩健的上路 國安局已經提出警示了 那我們主管機關 卻沒有相關整套 整密的戰略觀 或者戰術觀 去做相關的因應作為 我覺得國安局局長 他說這個工作 因應的工作是交給政府 交給行政院各部會 可是我這樣問起來 好像沒有完整的這個因應作為 我提心到的 如果萬一他們用這個手段的話 我們能夠承受得住嗎 部長 衝擊勢必會有 只是我們盡量把衝擊降低 不是嘴巴說說降低 他就會降低 剛剛講的這個關鍵方案 我們已經推演很久了 我希望說這個部長 您能不能針對陸客終止來台 或者兩岸航權談判 航運協定如果終止 這個時候 我們的因應作為 怎麼做 要怎麼減少衝擊 您是不是有一份事後的評估報告 我們對於陸客的這一個部分 確實有整套的因應和作為 但是我們現在不預想說 一定要什麼兩岸的這個 什麼協議宗族事情 我們 料理從喊 玉理從嚴 做任何的資本官 都要有這種基本的思維 我們 確確實實也透過小亮 會跟那個表達 特別是我們對手 是對台灣的主權 對台灣的主體利益 有嚴重傷害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不是友善的國家 他是處心距離要消滅你的敵國 我們會充分把我們的意見 讓對方可以了解 這個甘比亞 在昨天跟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過去兩年 中國說完全沒跟他們接觸 也不會跟他們建交 會選在昨天 絕對不是量成及時 不是課理的 絕對有他戰略思考 跟戰術的規劃 選在昨天 請教一下院長 為什麼在昨天這個時間點 中國跟甘比亞要建交 所以不管是我們還是總統 都說這個時機點非常不恰當 非常不友善 你只能這樣被動回應嘛 但你之前掌握到 你什麼時候掌握到你這個訊息 昨天 就是下部 這個陸委會接到訊息之後 您跟他報 陸委會主委跟您報告了嗎 是 您也是昨天1點多接到這個訊息 之前外交部也說他們一直有掌握到 這個中國大陸跟甘比亞方面 的確是有一些互動的 好 謝謝邱委員 謝謝張院長 姚委員文智 之質詢 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 書面答覆 並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現在請 陳奈委員 素美質詢 尋答時間15分鐘 我想請我們的行政院長跟我們的交通部長 請張院長陳部長 eco 議員長 李萊